我给小雪的便当里放臭豆腐 我给小雪的便当里放魔鬼辣椒 大宝 你也太过分了嘛 小白 又不是给你放 你管我干嘛 大宝 你真过分 那我给小雪姐姐的便当里放美味的鸡腿好了 小雪的便当制作完成 请转身 太好了 既然还有鸡腿 大家给我做的便当真是太香了 小雪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朱香 小雪肯定要被辣的掉了起来了 小雪 敢吃吧 喵喵喵 好了好了 谁给我的便当里放了辣椒 辣死我了 大宝 你这么做 大家一定会给你打零分的 撤 小宝要们这么喜欢我 肯定不会给我打零分的 大宝 一定是你放的辣椒 一定是太过分了 现在开始制作小辈的便当 大宝 你敢给我的便当里加起锅的东西 你就完蛋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贝 你放心吧 我不会的 我给小贝姐姐的便当里加寿司 又当我了 我给小贝的便当里加寿司酱汁 只要我不说 大家一定猜不到 我给小贝的便当里放的根本不是寿司酱汁 而是老人做 这次当我了 那我给小贝姐姐放他最爱吃的鸡蛋 便当制作完成 小贝可以转身 让我来先玩一玩 小贝 不会玩 小雪给你放的寿司 我就给你放了寿司酱汁 是吗 大宝 我可不相信你 是真的小贝姐姐 我和小雪都看着呢 大宝放的确实是寿司酱汁 那好吧 我来尝一尝味道 怎么这么酸啊 怎么可能 我看应该是小雪在寿司里偷偷放了老陈醋 不是的小贝姐姐 我没有 大宝 你怎么知道是老陈醋 肯定是你犯的醋 好吧好吧 既然被你发现了 就是我怎么了 大宝 你给我等着 我再不怕你呢 现在开始制作小贝的便当 我给小贝的便当里放红烧肉 小贝姐姐放了红烧肉 那我就给小贝的便当里放青菜吧 又轮到我大宝了 小贝最讨厌吃香菜了 我给小贝的便当里放香菜 大宝你真过分 你每次都给大家的便当里放奇怪的东西 就是大宝 这么做是不对的 又不是让你们吃 你们管我干嘛 可是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大家是要制作美味便当 我就要放香菜 我再加香菜 小贝的便当制作完成 小贝展示 哇 怎么有香菜 我讨厌香菜 小贝快吃吧 那好吧 好难吃啊 现在开始制作大宝的便当 大宝太讨厌了 我给里面放苦瓜汁 我给大宝便当里放魔鬼辣椒 我要给大宝便当里放臭琉璃 大宝的便当制作完成 这是什么 好重啊 大宝 轮到你了 快吃掉我们给你准备的便当吧 什么 我不要 我不吃 小朋友们 快放送一一一支持我 不行 小朋友们 你们一定要放送二二 让大宝也吃掉 我们给他准备的便当 干杯 不 还是 都是 这个 目前 今年 您 不能 开 感谢观看